持续再来看到朱立伦这一次的下乡行程 来到了宜兰这个绿色色彩相当鲜明的城市 而他的地站就拜会了先前的对手蔡英文 曾经拜访过的反核战士陈锡南 双方尽管没有针锋相对 但对核能议题也是各自表述 戴幕上播放着英伦和能的交锋影片 来到宜兰这个绿票舱 朱立伦第一站选择拜访轻绿的反核战士陈锡南 双方可是有备而来 也因为朱立伦在新北市多次对核能议题与反核人士有共识 因此大家火力还算和缓 倒是朱立伦在对蔡英文的核能政策抛出疑问 不仅不认同蔡英文更要她提出具体方案让民众选择 对核废料处置朱立伦也提出看法 何去何从 朱立伦认为外移是目前唯一可行方法 只有这样能确保台湾民众安全问题 尽管这次拜访双方各自表述没有力挺 也没有针锋相对 但也看出核能议题 将在这次大选将扮演关键角色 欢迎训练成点的王威依然采访报导